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Range Fighter的Wheel Fighter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Range Fighter專用的Wheel Fighter Range Fighter看到的範圍和真正拍攝的範圍會有差異 所以需要一些外置的Wheel Fighter去幫助 這個叫做VIOH 是一個編號 這是很早期羅斯基年代的Wheel Fighter 因為當時多數看到的範圍只有50和90 其他範圍就需要一些外置的Wheel Fighter 去補充拍攝的位置 譬如你配一支90mm的鏡頭 或者再長一些135mm的鏡頭 就是靠這些去扭回它適應的範圍 可以見到像這個一樣 它會有35、50、85、90、135 這個比較古老的設計 這個叫做VIOH 是由1940年到1964年出產的 它這個還可以調節距離 因為你看近距離的時候 和看遠距離的角度會有差異 這裡可以調節一下 譬如它這個是尺 3.5呎 5呎 7呎 15呎 然後下一個就是無限遠的了 因應你的影目標的距離 去調節一下 顯示得更加準確 有另一個VIOH FIDER 是近代的 這個是2006年出到現在 還有出的 這個叫做UniVersal Wide Angle VIOH FIDER 這個是不同的地方 主要是對廣角 放大比率是0.28x 它主要是超廣角 譬如說 這裡有16、18、21、24和28 這樣一樣是可以調節距離 由最近的0.5米 去到0.7、1和2米 最後是無限遠的 因應你拍攝的角度 距離 去調節一下 這樣就會拍到畫面 和真實的情況 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入面 看出去是非常清晰的 還有就是 在VIOH FIDER的下方 是會有一個氣泡 做一個平衡的平衡珠 是否有四個方位 前後左右 這個對上來是非常好 還有就是 這個VIOH FIDER 它前面好像有些 入光的位置 這個你別誤會 是一些發光的位置 例如閃燈 其實這個是一個採光的位置 是令到裡面看到有線框 是經過這個窗去採光的 除了這些 Multi Function的 VIOH FIDER之外 還有一些是獨立的 那些就會比較細小一點 例如說獨立對回 21、24、28之類 因應你鏡頭的焦距去選擇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關於VIOH FIDER的資料 歡迎你來到尖沙咀 或者是王國的門市 去體驗和了解一下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